财政部前部长林冠英被指控在任期内取消阿布卡里基金会免税优惠的风波延烧 早前大放厥词的前首相丹斯林慕尤丁没有在期限内撤回言论向林冠英道歉 当事人今天就直奔警局报案而且考虑起诉慕尤丁诽谤 我今天没有办法就是这样警察要警察调查调查目的调查这个前首相 为什么这样服务这人撒谎做出这种的谎言可以引起不良的混合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种族关系融洽方面受影响受负面的影响 为什么还是继续咬定说是我做的 也是白眼区国会议员的林冠英今天就诽谤一事到金马警局总部报案后 召开记者会声称慕尤丁发表有关言论至今 一直未曾拿出证据支持他的说辞 这等于是恶意诽谤 违反新事法典第499条文 林冠英说他选择报案是为了避免这个课题 成为政客的拉票筹码冲击州选举的选情 更抨击慕尤丁心怀不轨 试图通过诽谤来破坏和平 涉嫌蓄意煽动种族情绪 抵触刑事法典第504级第505之西条文 因此才会促请警方开档调查 战事高楼时辞结束 入聂赏 z帕 怒 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